那說到了國王隊的進攻呢 其實在這四場比賽裡面 今天賽前就是連續四戰破百 105分的得分 在六隊裡面是排名第一位的 要說到的就是 這個後場雙槍其實釋放了整個進攻的空間 那有點像是創世紀的感覺啊 這個進攻空間都打開來了 那就是包含了李凱諺跟林書瑋 透過今年交易來 這個是創世紀啊 李凱諺在今天賽前是78.6%的三分球 命中率也有11分的得分 書瑋要比在勇士隊時期的得分呢 要再多了3分左右 同時37.5%的命中率 儘管這場比賽是沒有太好的發揮 但是空間感其實還是保持住的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更多球隊 去用到這種雙位的組合 但是對於國王來說的話 這一組雙位組合是目前看到效率最高的 對 那其實也有一個重點啊 也就是賽前跟簡佑哲聊了一下 他說其實曼尼高還滿關鍵的 因為他能夠持球同時把球權保護好 他們後衛就不會在代球過程當中受到壓迫的壓力 那有時候還能溜到離角甚至開後門 那這個情況下 就能夠釋放進攻的一個能量 沒錯 因為我發現其實曼尼高是非常適合國王 對 因為 同時他們三位球員在場上的時候 是誰都可以運球推進 誰都可以跑快攻 所以當他們三線做到快攻動作的時候 其實效率是非常高的 那包括阿銘或者是穆盧斯 其實這個先發陣容組建起來 這個五個人都有處理球的能力 非常恐怖 沒錯 沒錯